大家好,本期我们分享的是后三国时代 东汉末年之后的三国历史最为世人所熟悉 虽然位属吴三国最终归进 但西晋统一天下,凭借的是三国之中曹魏留下的底子 而整个三国时期,曹魏实力最强,东吴次之,蜀汉最弱的格局一直未能发生改变 但是在后三国时代却出现了完全相反的局面 后三国时代指的是南北朝末期出现的三分天下局面 从535年,北魏魏孝武帝元修,西陶投奔宇文泰 进而北魏分裂为东西两国开始 到577年,北周五帝宇文雍攻灭北齐而结束 相互鼎立的三国先是东魏、西魏和肖良 后是北齐、北周和陈 北齐是由东魏的实际控制者 鲜卑化汉人高欢的子孙篡位而来 北周则是由西魏的实际控制者 汉化鲜卑人宇文泰的子孙篡位而来 至于陈朝,则是肖良末年经过一番霍乱之后承袭而来 所以总的来说,后三国时代实际上是关东、关西和南方政权的鼎立 后三国时代的转变过程是 国力最弱的西魏以及后来的北周逆袭成功 灭掉了国力最强由东魏而来的北齐 肖良在东西魏的加工和内乱之下灭亡 取而代之的是陈朝,而继承北国国力和版图的隋朝又灭掉了陈朝 成功统一天下 历史往往十分耐人寻味 为何同样作为三国之中实力最弱的政权 楚汉一直得不到发展,最终第一个被灭 而西魏却逆袭成功,灭掉了实力最强的东魏 并为后来隋朝的大一统奠定坚实基础呢 第一,地理位置优越 西魏和北周的核心统治地带是关中地区 虽然从前秦崩溃以来 关中地区被战乱破坏严重 以其周为例 人口仅剩三千多户 西魏在经济,人口,军力等各方面 都无法与占据着富得流油的华北平原和淮河流域的东魏相比 但关中之地历来是一个战略要地,一手难攻 如果经营的好,还是会取得很大成效的 周葛亮在初识表中写道 今天下三分,一周疲弊 此诚危及存亡之秋也 而史记范居蔡泽列传中记载 大王之国四赛以为故 背右肝拳骨口南带敬畏 右龙鼠左官板 本机百万,战车千胜 立则出宫,不立则入手 此亡者之地也 与前三国时代的蜀汉依靠一周之地 只能做到自保,根本无法图谋天下不同的事 关中地区不仅可以自保,还可以东进图谋天下 历史的发展也印证了这个道理 秦,西汉,前秦,北周,隋,唐 均是一托关中夺取天下的 东魏在军事实力处于完全的优势之下 仍然在进攻西卫时遭到了小官之战 沙院之战,玉璧之战的三次实力 除了指挥师当等主观因素之外 西卫优越的地理位置也是一大原因 第二,治国措施得当 军田制是封建王朝将无主荒芜的土地 按人口数量分配给农民耕作的一种土地制度 自北魏太和九年颁布以来 在意志土地兼并,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方面 具有积极作用 虽然由北魏分裂而来的东魏和西魏 包括后来的北齐和北周都在继续推行 但二者的实施效果有明显的不同 东魏的军田制实际执行情况非常不好 士族地主占据大量的土地和奴婢 而统治者高氏宗族又昏军暴军旅出 对于广大的士族地主进行了妥协 对土地兼并问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结果导致大量的师弟流民逃亡别国 人口锐渐 反观西魏的统治者宇文家族 自宇文太采纳谋是苏绰的 先至心、敦教化、经地利、着贤良 旭御宋、君复役的六条建议之后 对于地主豪强兼并土地的行为严厉打击 军田制得以有效发挥作用 加强了中央集权 农业发展获得巨大动力 宇文太还在军田制的基础上发明了辅兵制 建立起八驻国十二大将军 二十四开府的辅兵组织系统 这个制度的特点是兵农合一 府中的老兵从老百姓中挑衅而来 他们平时耕种 战时召集到一起 不过宇文太作为鲜卑人 他起初的辅兵制带有一定的目的 即鲜卑人当兵 汉人务农 尽管如此 复兵制的实施还是节省了国家的军费开支 扩大了兵源 保障了农业建设 比起东魏 萧良 陈朝的征兵制 要先进的多 西魏和北周打击贪污腐败的力度 也是三国之中最大 最彻底的 虽然北魏规定贪污处死的标准 满三十匹 比其他两国要宽松的多 萧良规定满十匹 北齐规定 赃满一匹 但是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执行 北周还制定了征备执法 用来严厉追查打击以前的贪官污吏 宇文泰更是以身做法严格执法 他的内兄王世超 任秦州刺史时骄横不法 被他大义灭亲给处死 而北齐萧良和臣的执法力度远远不及 因而普遍贪污腐败横行 政治风气远不如北周 第三内部团结且人才辈出 宇文泰甲借周里六军的名义 并结合鲜卑部落酋长制 设立了八驻国十二大将军 每个驻国互不同属 独立开服统军 虽然这种类似于同盟性质的架构 不利于加强中央集权 但却非常巧妙地化解了内部矛盾 使得内部统一一致 在各驻国的带领下 军队上下一心 战斗力得到极大提升 比起相互扯皮 胡汉分明的北齐军队 和腐败无能谈吐享乐的 销粮军队强太多了 而且这八驻国十二大将军 终治胡汉民族之 有武力才智者 入则为相出则为将 自无文武分途之势 宇文泰原新 李虎 李璧 赵贵 于锦 独孤信 鸿墨 陈虫 这八个人 及其家族所构成的集团 可谓人才辈出 先后建立了西魏 北周 隋 唐 四个王朝 这个集团有个非常响亮的名字 关隆 贵族集团 正是他们改变了中国古代历史的走向 将中国的封建社会推向高潮 而被其销梁和陈虽然又涌现出了高欢 胡绿光 高长弓 陈庆之 陈霸仙等杰出人才 但光芒完全被关隆贵族集团给掩盖了 人才作为卵世最珍贵的资源 西魏和北周已然取得了明显优势 第四 对手犯错不断 虽然东魏和销梁拥有一手好牌 但不代表他们就一定能打好 因为犯错误是非常容易把好牌打烂的 而东魏和销梁就是在实力占优的时候不断犯错 最终给了北周扭转国力的机会 北齐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雍军暴军旅出 自550年文宣帝高扬建立北齐 到577年 北周五帝与文雍灭掉北齐统一北方 前后历时28年 正是在位的五个皇帝 个个都是短命鬼 活不过40岁 而且除了孝昭皇帝高严以外 全都是昏君 暴君和变态 除了文宣帝高扬在位的前两三年 和高严在位的两年里是 北齐还算运行正常 剩下的时间都是政治极度黑暗的 滥沙荒淫等作为层出不穷 因此北齐常常被后世称为秦寿王朝 再强大的国家也经不起这样折腾 销梁犯的最大错误便是引狼入室 梁武帝萧衍在位40多年 将当时还比较贫瘠的江南地区开发的很好 梁叔武帝既称赞他制定工程 远安尔素 三四十年思维圣意 虽然他后期迷信佛教 放纵宗族 埋下各种社会矛盾 但国力仍然高于西位 然而侯景之乱的爆发彻底改变了这个局面 侯景出身朔州歇族人 本来是东魏高欢手下的大将 但他为人反复无常 又和高欢的儿子高成不和 于是便在高欢死后反叛东魏 梁武帝萧衍不顾群臣反对 接纳并重用了他 结果侯景因梁武帝与东魏恢复良好外交关系 心怀不满 于五四八年起兵叛乱 第二年就攻占了梁朝都城建康 梁武帝被他活活饿死 不久侯景自立为帝 建国好为汉 梁朝萧东王萧义在大将陈霸仙和王僧变的帮助下 于552年击败侯景收复了建康 侯景也在逃亡中被部下所杀 侯景之乱的影响极为深远 萧梁经死之后国力大损 四分五裂 最终被陈霸仙建立的陈朝所取代 北齐借此机会攻占了萧梁的江北淮河之地 领土达到顶峰 得到好处最多的则是西魏 萧梁富庶繁华的江陵益州等地被西魏攻占 领土扩大了一倍以上 无论是经济实力 战略地位 外交环境都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萧梁犯的这次错误彻底改变了后三国时代的格局 国力最弱的西魏和北周开始赶上甚至超过国力最强的北齐 国力第二的萧梁灭亡 取而代之的陈朝成立了三足鼎立之中国力最弱的国家 第五外交盟友给力 后三国时代的初期西魏的外交环境最为残酷 东有死敌东魏 西恶林土古昏 南有对手萧梁 北有强敌柔然 然而正所谓不怕神一样的对手 就怕猪一样的队友 北齐的三个盟友和他一样 十分不给力 南方的萧梁因侯景之乱 不仅没能对西魏造成威胁 反而白白送给西魏大片领土 西面的土古昏实力太差 每次出兵都被西魏打个大败 就剩下北方强大的游牧部落柔然 可以威胁到西魏了 然而自己原本的奴隶突厥却起来反抗 并在西魏的帮助下迅速灭掉柔然 取而代之成为北方草原新的霸主 自此西魏不仅解除了四面受敌的局面 还得到了一个十分给力的盟友 突厥 没有永远的朋友 也没有永远的敌人 只有永远的利益 面对都像自己纳贡和亲的北周和北齐 突厥人也会掂量掂量究竟帮哪一个 根据周书记载 但是我在南两个儿孝顺 何有无物也 这句话是突厥的第四任客 韩陀波说的 意思是只要在南面的两个儿子经常孝敬我 我就不怕贫穷 可谓是嚣张狂妄到极点 不过由于北周的外交策略做的比北齐到位 再加上前朝北齐的国力较强 对突厥的威胁更大 因此大多数情况下还是联合北周进攻北齐 间接加速了北齐的灭亡 西魏和东魏以黄河为界 每到冬天的时候河面就会结冰 一开始西魏的国力弱 一到冬天 军队便开始把河面上的冰给凿破 防止东魏的军队踏着冰面过来进攻 然而仅仅二十多年之后 黄河上的情形就完全变了 一到冬天还是会有军队来凿兵 只不过凿兵的这一方变成了东魏 常常踏着冰面来进攻的军队变成了西魏的 这也算是一桩趣闻了 后三国时代格局的变化 尤其是西魏及北周的奋斗史 彰显了国家博弈之间的道理 若国只要韬光养晦 八分图强也能强大 强国狂妄自大 不思进取也会覆灭